齊柏林看見台灣電影上映時 改變民眾對台灣的印象與想像 除了認識美麗寶島外 也聚焦環保推動 時隔10年 齊柏林基金會籌劃 看見台灣10周年攝影巡迴站 首站在松山文創園區1號倉庫登場 透過空中影像互動體驗 沉浸時氛圍 喚醒觀賞者內心的感動與省思 團體教育如果是停留在課本跟教室裡面 很難一起過 學生也很難放到心裡面去 所以我父親在以前 他會想到一件事情 如何去推廣給所有人 展覽就是一個方式 我不知道猜錯各位 看起來都很年輕 不知道你有沒有人在將近20年前 在中正紀念堂看過我父親的展覽 想必那時候大家都還是學生 還不會很沒有印象 那20年前如果沒有印象 6年前不知道哪有來的印象 當我父親剛離開的時候 也是在這個沒有意義的地方 在松菸我們辦了紀念堂 那在這一系列的展覽之中 每次參覽觀賞的人回去 許多人對自己的心裡 就有一種新的想法 新的視角 你知道我那時候來這邊參觀 然後帶朋友來看 最常聽到的一句話就是 就是這裡是哪裡 第二句話是台灣會下雪 就是這兩個部分 就由此會發現 我們對自己的土地不是這麼的熟悉 那唯有用看見的方式 唯有你認知到 一定有這樣的問題 我們才會去改變 所以我們遺憾也很難過的是 齊波林離開了我們 但是我知道很多很多的朋友們 都希望繼續維持這樣的精神 也是因為這樣有這麼多的企業 都在跟我們大家一起努力 那麼今年只高十周年 我們在過去齊波林去世以後 我們一連串的時間舉辦過很多的展覽 包括剛剛我們主持人特別講的 我們從建山到竹岸到印河到密城 從山到海岸線到都市到河川的風貌的變化 讓大家感受到我們曾經有的美好跟哀愁 然後我們也很希望讓下一代的孩子們 能夠得到這些資源 所以基金會在過去這一段時間 不斷的在小學、中學 邀請這些學生們 邀請他們的老師們 來參觀齊波林 對台灣所造的這些照片 同時我們也到各個學校去放映這些影片 引起他們對環境 珍惜環境的那種愛心 我們也看到有多少學生都產生那種熱情 那麼很重要的 我們也是希望 齊波林的過去的一些作品 能夠把它用數位的方式把它注引出來 展覽從進場開始就是震撼人心的空拍視角影片 引領你走入齊波林的飛行時光軌跡 接著閱讀台灣這片土地的美麗與哀愁 台北市長蔣萬安也出席開幕記者會 響應齊波林影片傳達的靜靈永續精神 我想齊波林導演所帶給我們的 就是對於台灣這片土地 它呈現了美麗與哀愁 以及齊波林導演在電影畫面 每一幕當中它對於這片土地 它所帶給大家很多的期盼 但也有很多的擔憂 台北的確是齊波林導演的故鄉 所以我們非常榮幸跟基金會一起合辦 這一次十周年的攝影群會展 其實在看見台灣這部電影 我看了非常感動以外 我認為它的幾個旁白人 都非常令人印象深刻 其中有一句講到 它說 大家都在意房子的價值 每一瓶的價錢 卻不在乎明天是否安全 所以不禁讓政府讓民眾 開始深切的反思 當我們在享受很多物質 或是在期待很多經濟不斷的成長 但有沒有思考過 我們可能要付出的代價 一點一滴的累積 可能造成這片土地的破壞 我們有沒有想過 所以我想十年了 齊柏林導演他帶給大家的 是深植在每一個人心中 對這片土地 我們的關心 我們的熱愛 以及我們要怎麼樣付出行動 所以身為台北市長 我們一直很努力也希望 追隨齊柏林導演 他的一個理念 我們希望讓這座城市 讓環境能夠永續 落實在很多我們的市政政策當中 這場攝影巡迴展在松山文創園區 展出到9月10號之後 會陸續到高雄柏爾藝術特區 台中文資園區展出 讓更多人看見台灣土地的故事 延續這份感動的力量守護環境 記者問郡台北不到 我們看看齊柏林基金會 有一個專屬的手